臺灣的軍事政變 緬甸軍事政變近一個月 民眾持續上街遊行抗議 據目擊者稱 警方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 電棍、催淚瓦斯和子彈 週日 在緬甸最大城市陽光 警察向示威人群開槍 一名醫生說 一名男子胸部重擔送醫後死亡 警察還在第二大城曼德勒和南部城鎮圖瓦開槍 造成至少18人死亡 超過30人受傷 但警方的血腥鎮壓並沒有阻止民眾湧上街頭 自從緬甸軍方2月1日發動政變 拘留昂山素季及其他大部分領導人以來 緬甸一直處於混亂狀態 全國有數百人被捕 軍方指控昂山素季的政黨在選舉中欺詐 週一將開始停審 政變使緬甸的民主步伐停滯 新唐人記者徐哲 金時綜合報導